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9月20日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乌克兰的一些信息 在哈尔科夫附近 俄罗斯打击了两处地点 一处是在它的西北方向 一处是在东南方向 在这个哈尔科夫、卢干斯克之间 双方的控制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是像前两年一样 它的分接线在奥斯基尔河 也奥斯基尔河 但是现在有些不同的说法吧 就在库比扬斯克这块呢 也有说这个乌军已经攻入了城的东区 但是现在也没有太多的 就是说太权威的第三方信息吧 来源说证明这个消息 包括从美国似乎也没有证明这个消息 就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 这双方控制线的划分吧 还是以这条河为分界 也许这个乌军可能在这河的东岸有一点 但是我们实际上要倾入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只是简单的有一个桥头堡 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这个补给和迅速的扩大 这个桥头堡是很难守的 因为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很有可能造成一些杀伤 你就很难守防守这个方向 奥斯基尔河下了以后呢 这个 这个双方的基站的位置呢 还是在这个红黎曼方向 红黎曼 今天的爆揣的消息现在还不是很多 看到的这个双方划分的还是以这个红黎曼的这个铁路线为这个主要的划分啊 就是大家去争夺这个车站 这是这个铁路线 这是在利曼这个红黎曼这个方向 下面就到这个杨皮尔这个方向了 从这个 我们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 就红黎曼后面这个另外一个城市就是斯瓦托这个城市啊 斯瓦托夫这个城市 未来可能是一个争夺焦点 昨天呢在克里米亚那呢 好像有一些消息 但是有些战斗的消息 但今天这个消息现在好像就没有了 然后在这个比洛戈瑞夫卡 在这个地方是有战斗的 实际上大家注意到比洛戈瑞夫卡 他属于这个卢干斯克地区 离利西昌斯克啊 北对年斯克都不很远了 但是乌军的自己现在也认为在这个方向 卢干斯克方向呢 进攻不会太顺利 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从谢比尔斯克这个方向的向东推进了一些 这个在这个 这也是近期这个乌军取得一个比较重要的胜利吧 在下面这个控制线上呢 这个俄军呢发起了比较大的反击 这个主要还是针对于巴克木特方向吧 他从多个方向进行进攻 从索雷达尔啊 从这个 索雷达尔就是从这个上面啊 一直到这个东边正东边波帕斯纳亚这个方向过来 然后从底下这个 斯特洛维的埃尔西克 也就是过去这个水地站这几个方向进行进攻 现在我们再切回这个大的地图啊 这是刚才乌冬比较详细的一个图 在这个顿涅茨克市这块呢 他的马林卡下方这地方呢 有这个激烈战斗 然后在这个从顿涅茨克到扎布鲁热这一线呢 有这个炮击 但这个炮击的点似乎少了一些啊 就说相对之前还少了一些 我们看这个 俄军打击了这个 乌的南部的一些水电站啊 这个实际上这个还是一个核电站 还是相当有一定的风险的 另外呢 他都在这个卡霍夫卡水库的这个西部的这个战线上 俄军也是有炮击 乌军主要是打击了这个 赫尔松附近的这个新卡霍夫卡 还有这个 美里托败尔 还是这两个主要的这个交通线 这是双方这个大致的战斗情况 这个这个控制线在最近几天呢 已经保持原样比较长的时间了 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在卢干斯克这个方向 乌军是有一定 似乎是有一定成果的 就是比洛格瑞夫卡 包括他这个曾经对这个 克雷米克雷米利埃 这个方向的进攻啊 我觉得克雷米利埃亚这个方向的进攻 比洛格瑞夫卡 还是有一定战略意义的 就是说他最起码对红林曼 还对这个后面的库比扬斯克都直接产生了一些威胁 但这个地区像这个克雷米利埃亚呢 他是有三条路啊 三个方向的路经过这儿 所以这个地方 俄军在争夺的时候在占领的时候就已经费了很大的劲啊 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是他这个次二月份卡战以后最早先占领了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呢 说这个 双方的这种激烈的行动吧 现在有个暂停的一个过程 似乎双方又开始重新叙事 现在更多的消息就是乌军在得到各方面的援助啊 包括美国提供最新的海马斯和15航米这个弹药 证明这两件武器未来是比较有用的 另外也不断传出这个要援助飞机之类的这种信息吧 这个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些铺垫 飞机的进入实际上就是会大大加强这个乌军机动作战的能力 我倒不认为他会派飞机总是进攻这个俄军固定战线啊 因为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 俄军的防空力量应该目前看还是还是比较强吧 未来主要是看这个反辐射导弹这个使用的情况 好 今天呢就和大家这个交流到这儿 目前的阶段来看呢 似乎这个双方又处于重新进入到一个胶着状态吧 库比扬斯克 红利麦还有这个克里米亚纳这三个方向呢 也是大家未来可以关注的一个地方 啊 至于乌南我认为 目前是信息很多 但是决定性的消息非常少 好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谢谢 谢谢 接下来